第21题 某夏日午后 当时太阳在头顶上 妈妈带着姐姐和弟弟到住家对面的小学晚 发现大树下有许多光亮的小圆形 请问这些光亮小圆形成因为何 A 树叶的细缝缝隙是圆形的 这个我们从生活经验就知道 树叶的缝隙通常都不会是圆形的 那么选项C 是因为受到大气层折射聚焦的关系 那么要聚焦必须是一个突透镜 大气本身并不会像一个突透镜 所以呢C应该是不对的 当然更不会是株 是因为晒久了所以头昏眼花的关系 我们答案呢应该选择的是B 因为太阳是圆形的 这其实是有点类似所谓的针孔成像 那些树叶的缝隙就像小小的针孔一样 然后呢光线经过那边 然后成了像在地面上 所以呢你看到的是一个圆形的 是因为你的雾呢就是一个圆形的 所以呢第21题呢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B 因为太阳是圆形的